線型我們就先把花藤的邊線的一個造型先做出來對不對 那這個線型的話我們再來做線的邊修給它一個厚度 線嘛 給它一個厚度 OK 那完成線的邊修之後我們就可以去設定它的旋轉點 設定旋轉點是我們可以確定它那個出水孔洞的一個位置會在哪 那這個Pivot就是旋轉點 所以我們就把旋轉點利用移動工具移動一下移動到 我們覺得適當的位置就可以不一定要到底端 如果你真的要確認到底端也OK 我們就把它移過來 那完成之後這個旋轉點的設定就彎掉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做旋轉造型 那這樣的話我們的花盆就做出來了 那花盆做出來之後因為我待會兒要畫泥土 方便起見我把它對到絕對的圓點 對到絕對圓點 那這樣子的話我來畫我的圓柱形 畫我的圓柱形 那圓柱形我就從絕對圓點開始畫出來 然後往上移嘛 那這邊的話你自己確認一下它的寬度是不是適當 所以我用那個 等一下 轉成拆來來看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就把它的半徑加到 跟我的寬度是差不多的位置 這裡大概檢視一下 OK 那完成這個部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做它的高低起伏的部分 所以我這裡我們就讓這一個圓柱形的上蓋 CAP就是上蓋 然後我們就讓它的那個Sigma增加一下 就是它的切線 你要檢視切線的話 你用Wireframe就可以看到了 切線就是這個圓形 同心圓的部分 你增減 你可以看到同心圓有增減 切線的部分我們就讓它增加一點 格數比較多的話 它能夠做出的高低起伏細節會比較多 那沒有一定的數量 你自己適當增加就好 那同樣的放射線型 你也適當的增加就可以 那這個部分完成之後 我們才來讓它有高低起伏的變化 那高低起伏的一個設定的話 我們是利用Noise 雜訊 雜訊點就是讓它有很多的雜點可以有高低 然後我們這裡的話 比例自己增加一點 你自己增加了可能20左右 120我們先看看好了 然後讓它擴散出去 這個是碎形擴散出去 碎形就是同樣自己的造型一直擴散出去 然後它的Blockness 力道 那個 力道我們也增加一下 另外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軸向的力道 我們這裡的軸向是Z軸要有高低起伏 所以我們就在Z軸的部分去改變它就好 所以Z軸改變之後 它就會有一些高低起伏的變化 你自己去調整 所以這邊的話 你自己適當的去配合 你去調整你的參數 一樣 它沒有絕對的值 絕對的參數值 你就可以去設定 那你自己適當的增加就可以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把它調整好 它這上面就有一些皺折 那有做的之後 如果你想要有種一棵植物 我們講過在Create的地方 新增立體元件 除了基本元件之外 像它清單 它有一個室內設計 可以用到的一些配件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用樹蟲 那個Foreach這個樹蟲我們拿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選擇 我幫他選這棵小草 我們就把它畫上去 我再上次圖畫 那畫上去之後 一樣這個樹要長大 就是去編修它嘛 所以我們就把樹的高度增加 好 這顆就長出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增加的話 我們完成之後 你可以看到 那這邊我們剛剛為什麼會變成一種 現在為什麼不見了 這個地方就是在於 這裡有一個選項 Viewport有沒有 這個我們的觀景窗的地方 如果你剛剛是在 Quest Not Selected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如果沒有選擇的時候 你的東西就會是一個 快速預覽的一個造型 那如果你希望它隨時都可以看到 你就不要選那個像 你就選Never 它就會永遠都是這個型 但是呢 你如果看到東西越細 當然相對 你有一些在跑足 或是在跑動畫的時候 它會變慢 這個可能你要知道一下 我覺得畫面上看到細節越多 當然我們在移動 或者是做什麼作用的時候 似乎都會變慢 但基本上我們這樣子做出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做成一個 空災在這邊了 OK吧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如果你哪些地方沒弄好 趕快弄一下 趕快操作一下 要不然我們就開始講 那個蠟燭台的部分 蠟燭台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它是比較簡單的 有一點點 對 有一點點 好 discs 有一點點 好 有一點點